字幕提供 然后发现好久没尿床的小儿子有尿床 让他又再度爬起来拆床单 然后一起移动到客厅睡觉 后来起床又发现大儿子 把三条橡皮筋套在手臂上 让他吓到要孩子赶快拿下来 整个早上都在处理孩子的事 没想到后来出门 开着先前不小心擦撞到的车子去估假 结果师傅说休理18万起跳 让他眼泪差点流下来 也因为一连发生事件产事 当老公问他要不要过生日时 他也直接拒绝说明天再过吧 真的是太难忘的生日体验了